白宫发言人卡尼星期一说绑架是可怕的悲剧 美国国家安全官员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 我们对尼日利亚的反恐援助集中在信息分享 以及改善尼日利亚法医和调查能力上 同时强调保护公民 确保人权受保护和尊重的重要性 我们同尼日利亚政府一道 加强其刑事司法体系 增强政府的信心 支持其对暴力犯罪者绳之以法的努力 4月14号 武装分子在伯尔诺州齐包克镇 一个学校里绑架了那里的女学生 尼日利亚当局说一些孩子们逃了出来 但是仍然有276人下落不明 伯克胜利头目阿布巴卡尔·谢卡乌 星期一在一份视频中用豪萨语说 他们对这次绑架事件负责 真主应该把我们和异教徒分离 所以我们必须要遵从真主的旨意 兄弟们 砍掉异教徒的头 他们说我绑架了接受西方教育的女孩子 这让你们感到不安 女士们离开西方教育 去结婚嫁人吧 是我绑架了你们的女儿 我会在市场上把她们卖掉 有卖人的市场 真主命令我卖掉她们 未经证实的报道说 一些女孩子已经嫁给她们的绑架者 其他一些人据称已经被转移到邻国 喀麦隆和乍德 星期天 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下令高级安全官员 尽一切努力营救被绑架的女孩子们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说 他不期待美国的军事资产将被用于搜寻工作 有报道说 一名敦促乔纳森寻找被绑架女孩的抗议者领导人被捕 对此哈夫敦促阿布奖要尊重人民自由表达和集会的权利 VLA卫视新闻报道